山智的姐姐打斗过麦哲伦吗 路飞当时刚进入蛋糕岛片的时候 被铁甲鬼鱿鱼的剧毒 毒得快挂了 都看到这个黄泉的水了 但是雷九过来直接把 铁甲鬼鱿鱼的毒给吸干了 就跟吃饭一样 甚至觉得美味 那路飞的身体是经受过麦哲伦的剧毒的 一定程度上 相信路飞再遇上麦哲伦 毒还是可以毒到他 但是有一定免疫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铁甲鬼鱿鱼能把路飞毒成那样 而对于雷九来说 完全没有事 这就有点夸张 然后麦哲伦有个很明显的弱点 就是这家伙贼好死 女帝一到推进城的时候 直接把麦哲伦踩在身下 麦哲伦毫无反抗之力 如果女帝在当时发动能力 你甭管麦哲伦是不是推进城神将 估计直接被石化 麦哲伦对上雷九的话 他这个好死的弱点 可能就可以崭新一些 加上他的毒 又是雷九的食物 那不得被雷九吸干了 这是常态情况之下 除非他觉醒 居毒治病 那个时候 他的毒伤害已经不是这种毒的伤害了 已经是物理进攻层面了 就像岩浆一样那种感觉了 而且可以融化周边的东西 那就非常夸张了 那样的情况之下 雷九应该就品不了麦哲伦的毒了 所以常态的麦哲伦 由于雷九特殊的 美女设定和引毒的这种能力 所以他能对抗常态麦哲伦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当麦哲伦觉醒居毒治病之后 雷九可能就招架不住了 这期会饿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